哈喽大家好 那我们曾经教过各位 如何将这个老式的这个日光灯具 改成这个LED专用的一个灯具 那其实在更改的方法 也有很简单的 那我们来为各位示范一下 一般而言你是先取下这个启动器 那当然这个线路 你也会把它按照这个教学 把它剪一剪 然后做一个连接嘛 那这个大家可能会有点余虑 怕剪错 那我现在跟各位讲一个 比较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你这个夹子也都不要用 所有的旧的东西都不要用 然后呢 你就去买一个这个 日光灯管的一个固定座 这个是LED灯专用的 就是把这个取下来 换这个新的套上去就好了 那其实换新的也有一个好处 因为你这个塑胶的东西 在这边花热 久了这个都有点脆化了 你可以顺道把它换一个新的 就这样卡上去就好了 然后另外一头也是一样 就是这样把它放上去就好了 那它这个中间的部分 也是很简单 它是用夹头的 你只要把你的那个 电源的这个线 剪短短的 大概0.5到1公分之间 把它插下去就好了 你看这样插下去就夹住了 有没有 另外一个也是一样 很方便的 那我们来试给各位看 你这个日光灯管 LED的日光灯管就把它放上去 再来就是插电了 这样就亮了 那这样做的话有个好处 你不会怀疑到底有没有剪对线或是剪错线了 再来就是说这个灯管的固定座也比较强固 因为它是比较新的全新的 那你如果是双管的日光灯的话你就买这一种 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以上是由我为你示范 如何将这个传统灯具改成LED灯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也非常的实用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要订阅 也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各位 拜拜